大家好 我是Samuel 柳sir 今次我會介紹一下我自己怎樣做惡理考試裏 Transposition 即是疑調的題目 這段影片我只會講怎樣做題目 至於什麼是疑調 疑調有什麼用等等 我就會另外拍一段影片去介紹 或者你看參考書或者Google 你都會找到詳細的解釋 在學疑調之前 你首先要熟悉大調音階 和音程這兩個題目 如果你還未很熟悉這兩樣東西 你就可以看Lesson 1-Lesson 6的影片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描述 我們現在開始了 首先我會講完所有的步驟 然後我就會根據這個步驟 和你一起做四條Past Paper 我會一邊做一邊解釋 還有會有一些tips教你做得快點和準確點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看題目 看題目的時候你要留意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題目想你的Transposing 是向上還是向下的呢 第二就是你的Transposing的音程是多少呢 第三就是題目想你用key signature 還是不想你用key signature 看題目的時候就是要留意這三樣東西 第二個步驟就是找出原本的譜 是什麼key的 我們全部都當它是major key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考慮那首歌 是否是minor key 我們全部都會當它是major key 第三個步驟就是找出新的key 我們這裡打了很多感嘆和一個星星 因為這個步驟是最重要的 也是比較容易做錯的 如果你做錯了這一步 很多時候都會令你全題沒有分 所以你要特別練習多些這個步驟 待會做完所有Past Paper之後 然後我就會和你再集中練習多些這個步驟 第四個步驟就是寫出原本的key 和新的key 兩條大調的音階 你要上下這樣對齊它們 你現在不明白也不要緊的 待會我做的時候就會解釋給你聽 第五個步驟我們就會分了兩邊 如果題目要求你用key signature 我們就會走左手邊這幾個步驟 第五步就是你要畫出新的key signature 第六就是根據題目的interval的數字 即是多少度 就把那些音符向上或者向下全部抄一次 順便就要抄那些performance direction 第七個步驟 就是你要檢查原譜上面有accidental 即是有臨時記號的音 然後在新譜上面加上適當的accidental 臨時記號 那就完成了 如果題目要求是不需要加key signature 這個步驟就會有少少不同 其實第五步跟剛才的第六步一樣 就是你根據那個interval的數字 即是多少度 去重新抄過所有音符 還有順便抄上所有performance direction 第六步就有點不同了 你要檢查原譜上面每一個音 所有的音 在新譜上面加上必須的accidental 你可以先把這裡的所有步驟抄下它 我們現在開始做題目了 第一條我們會做的是來自2017年的paste paper 的paper A 第一步就是要看題目 題目會有一個樂器名和說那個樂器是甚麼調 這部分是不需要理會的 你要留意的就是後面叫你移到transpose 是向上還是向下的呢 這次你看到這個up字 即是要向上了 那音程是多少呢 就是major second 一個大二度 還有第三樣要留意的就是 題目這次想我們用新的key signature 即是我們要畫一個新的key signature 那其實就是要做甚麼呢 就是你要把原本的這個譜 所有音都向上移一個大二度 那我們繼續去第二個步驟 就是我們要找出原譜是甚麼key 我們看key signature就可以了 這裡有四個降號 四個降號就是A flat major 那便完成了第二步了 第三個步驟就是找出新的key 那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你要找一個高過A flat的音 因為題目說要向上 所以你要找出一個高過A flat的音 而這個音跟A flat是major second的關係 那如果你已經熟悉音程 你就會懂得做的了 那跟A是兩度的關係 就會是一個b音 跟著我們檢查一下現在 A flat和b是不是major second A flat major的b音 就是要降的 所以A flat和b flat 才是major second的關係 所以我們新的key就是b flat major 第四個步驟就是寫出原本的key 和新的key的兩條音階 然後上下對齊它們 那是甚麼意思呢 那我就會畫在下面這裡 那原本的key就是A flat major 我們寫一個8度的音階 總共會有8個音 那你就要將每一個音 上下這樣對齊它們 例如A flat major A flat major有四個降好的 降B E A D 那新的key的major scale就是b flat major B flat major就要E flat的 B flat major就要E flat的 B flat major就要E flat的 記得上下這樣對準它們每一個音 那這兩條音階有甚麼用的呢 就是用來做transposing 如果你在原本的譜上面 見到一個ab 那你transpose之後 在新的譜你就應該畫上一個b flat的 如果你在原譜看到b flat 在新譜上面就要見到一個c音 如果你在原譜是一個c音 在新譜經過transpose之後 就應該是一個d音 那如此類推 如果你在原本的譜是eb transpose之後就會是f音 那一會我們就會這樣用這兩條音階 那第五個步驟就是畫key signature 因為題目叫我們寫上新的key signature 那就在答案這個部分那裏 寫上新的key signature 新的key是b flat major 那我們就寫上b flat major的key signature 即是兩個降號 然後第六個步驟就是根據interval的數字 即是多少度 去重新抄過所有音符 那這次題目叫我們向上移一個兩度 那我們就把這裡所有音都向上移兩度 即是移高一個音 那你不需要先回那些臨時記號 你就把所有音符向上移一格 那你可以跟著我一起畫 或者如果你覺得我畫得太慢 你就可以自己fast forward去後面 那記得寫time signature 3 4 第一個音是a 高一個音就是b 所以你就在媳婦那裏應該畫一個b音的 第二個音是f 那你媳婦上面就應該是g 接著是d和b 所以就會畫一個e和c 然後就畫上正確的節奏 即是跟上面一樣的節奏 那就完成了第一個小節 就是把所有音 向上移高一個音就對了 那就慢慢畫吧 不用心急的 那記得這個是三連音呢 你就應該寫回三連音 來看 那考試應該沒有畫得太辛苦 因為那個五線譜會闊一點 那我是scan了再print出來 好像是小了一點點 所以你看我畫到那些音符要很細粒 其實就不用畫到那麼細粒 還有從2021年開始 其實那個考試的方法都會變成的 就不會再要抄寫這個部分的了 就會變成它有一個答案 然後問你它做得對不對 所以那個考試的方法會改了 不過你做的方法我相信都應該一樣的 好了已經畫完了 最好檢查一次 因為有時候這樣畫 那些節奏有沒有畫得對 又會分心又會畫錯 畫高了或低了 最好就檢查一次 還有那些節奏有沒有畫得對 好了 然後就順便加回所有的 Performance Direction 即是那些大小聲 還有一些聲音 這些slur 還有那些dot 那些staccato 還有一個crescendo 那就畫完了 那麼第七個步驟 就是檢查一下原譜上面 那些有accidental的音 然後在新譜上加上適當的Accedento 我們先做兩個給你看看 我們先做了第一小節 第一個有Accedento臨時記號的音就是D natural 不如我轉一下用綠色讓你看得清楚 這個是D natural 你就回到我們畫的兩條音階 找出D音 你見到Db下面是Eb 即是如果你在原譜見到Db transpose之後你就應該是Eb 但我們在原譜見到D natural D natural比Db高半音 所以transpose之後 這個Eb都要高半音 所以你應該畫一個Natural 在你新譜上面的E音的前面 那Transposing就對了 第二個Accedento就是這個B 現在這裡是一個B natural 那你就去兩條音階那裏 那你見到這個B flat 就會transpose成C音 題目那裏出現一個B natural B natural是高了半度的B flat 所以transpose之後 那個C也要高半度 就變成C sharp 你見到B flat 你就要transpose變成C 那你見到B natural 就要transpose變成C sharp 所以你就在C音前面 加一個聲號 那就完成了第一個小節 為什麼我們不需要看那些沒有聲降好的音 因為如果你已經加上Key signature 那些沒有聲降好的音 就會自動transpose成對的音 我們試試檢查一個 比如第一個是A音 Key signature那裏有一個Flat 所以這個本身已經是一個A flat 那A flat會transpose成什麼音 就會變成B flat 那在我們的答案那裏 本身就已經畫了一個B音 而Key signature那裏已經有一個B flat 所以這個已經是B flat 你就不需要加臨時記號給它 那我們又檢查到一個 第二個音這個是F natural 那你看一下音階這邊 F音就要transpose變成G 現在這裏新譜上面 這個已經是G natural 就已經是對的了 所以如果你已經畫上新的Key signature 那些沒有臨時記號的音 經過transpose之後 都會沒有臨時記號 而有臨時記號的音 你移掉之後 就一定會有新的臨時記號 不過你就要想一下它會是Flat Natural 還是Sharp 那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 第二個小節 全部音都沒有臨時記號 你就不用理會它 第三小節 第一個音有臨時記號 這個是E natural 那你就去音階那裏看看 E flat就會改成F 那E natural 就是高了半度的E flat 那你新譜上面這個F音 都要高半度 高了半度的F就是Fshock 所以E flat要移調變成F 而E natural呢 移調就會變成Fsharp 那你就在答案那裏 F音前面加上一個sharp 那我們繼續吧 後面這裏是一個D natural D natural我們剛才做過的了 D natural要變成E natural 繼續 這裡後面有一個A natural 那你在音階那裏就會見到A flat 要變成B flat 那A natural呢 就是高了半度的A flat 那B flat呢 都要高半度 高了半度的B flat就是B natural 那你就去那個B前面 再加上橫圓符號 去到第四小節了 這個D natural呢 我們前面已經做過了 D natural要變成E natural 後面這個B natural呢 我們都做過了 B natural要變成C sharp 然後這裡有一個A natural 我們也做過了 要變成B natural 最後這個E natural呢 最後這個E natural呢 我們都做過了 要變成App sharp 那就做完了 你可以檢查一下 你做出來的答案 是不是跟我一樣 接著呢 我們做第二題了 這一題呢 來自2019年的Paste Paper 的Paper B 那我們一樣看題目 第一個步驟看題目 題目那裏呢 又有一個樂器名 以及它是甚麼調的樂器 那你是不需要理它 那你就看一下後面 題目想你的儀調是向上還是向下呢 這次是向下的 有一個Down字 那我的音程是多少呢 就是一個Minor Third 那我要不要畫Key Signature呢 這裡說你要Put in a New Key Signature 即是要畫上新的Key Signature 看完題目之後呢 就要看一下原本的譜 是甚麼Key 那你看看原本的譜 這裡的Key Signature 一個降號 一個降號是F Major的 第三步驟就是找出新的Key 這次我們的Transposing 要是向下 即是你要找出一個音 是低過F音 但是它們兩個音的關係 要是Minor Third 那你記得 音程一定要由下面 向上面計算 那我們怎樣做呢 你首先就數了英文字母三度 先 F向前數三度就是D音 然後檢查一下 現在D和F的關係 是不是Minor Third 那D Major音階上面 是有F-Shar的 所以D和F-Shar是Major Third D和F就是Minor Third 那我們新的調就是D Major 那這個向下Transposing 找新Key的步驟是最難的 我們做完所有Parse Paper之後 我們就會練習多些這個部分 第四步就是寫出原本的Key 和新的Key 兩條大吊音階 上下對齊它們 那我又是畫在下面 這裡 原本的Key是F Major 是D Major 新的Key是D Major 來的 那你寫出兩條大吊音階 而且上下對齊它們所有的音 F Major就有Bb D Major D Major D Major 就是F-Shar和C-Shar 那你記不記得 兩個音階有什麼用的呢 就是你在原本的譜 看到這些音 經過Transposing之後 就會變成下面音階的這些音 例如原本是F 移掉後便會變成D 原本是A 移掉後便會變成F-sharp 原本是B-flat 移掉後便會變成G 第五個步驟就是寫上新的key signature 今次新的調是D major 所以新的key signature就是F-sharp和C-sharp 第六個步驟就是根據interval的數字 幾多度去抄音符 今次是向下移三度 所以將所有的音向下移三度 即是移到兩個音 這裏我有小小提示給你 就是在五線譜上 如果你要將一個音移上三度 它便會由線升上下一條線 這兩個在線的音程就是三度 如果兩個在間的音程 音程都會是三度 如果五度 就會是線跳過去下一條線 再去到下一條線 這兩個音的音程就是五度 如果音程是三和五 你在原本的譜上面的音在線 如果原本的譜上面是間 你新的音都會在間上面 考試只會叫你移到兩度三度和五度 兩度就是向上或者向下一個音 三度和五度都是單數來的 你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做得快一點和準確一點 我們先寫了Key Signature 是六百 第一個音是D音 向下三度 DC B 應該是一個B音 B音就在Middle C下面 你會看到D音是間 B音就會在下面的那個間 第二個音是C 你向下數三度就是C B A 就是一個A音 A音就是下加兩線的那個音 你會看到它又是比C音低了一條線 所以如此類推 你就可以看得快一點 不用逐個音去數 我又是會慢慢畫 這段片我就不剪 你可以跟著我畫 或者Fast Forward去後面看 你會看到我都不是畫得很快的 雖然我可以畫得很快 但因為我怕錯 所以我都會很小心地逐個逐個畫 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經過移調之後 因為那些音符會高了或者低了 那原本上面這一組音 那些棍子就會向下 現在這些音 大部份都是在中間條線的下面 所以那些棍子就應該向上 如果你畫不到很直的線 最好就用間斜 那我習慣就會先畫好所有的 Note Head 畫好那些點 然後一次過加好所有直線 然後才會畫上面的那條橫線 記得所有節奏都要是一樣的 好 我檢查多一次 好了 接著那個步驟就是 加上所有的Performance Direction 即是這些Piano Messo Forte 和佔大佔小聲 那些Piano 哎呀畫得不好 還有那些Slur 還有Staccato 就完成這一步了 那最後的步驟就是檢查一下 原譜上面那些有Accedental的音 然後就在下面新譜上面 加上適當的Accedental 好 第一個是這個C Shop來的 我又轉一下顏色先 等到剛剛的位置 C Shop 那你就在兩條音階那裏找一個C音 那你就看到C呢 移調要變成A的 那C Shop呢 就是高了半度的C 那你移調之後這個A都要高半度了 那你就要在你答案的那個A前面 加上A Shop 那就完成了 第二個臨時記號呢 這裡有一個E Flat 那你就在音階那裏看看 E呢 就會移調變成C Shop 那E Flat呢 那E Flat呢 就比E低半度 這次是低半度的 那C Short低半度呢 就會是C Natural的 那所以移調之後呢 你就要畫一個C Natural 這個B Natural呢 這裡有一個B Natural 那你在原本音階那裏找個B 這裡有個B Flat B Flat移調會變成G 那B Natural呢 這個是B Natural 寫錯了 B Natural是高一點的 高一點的B Flat 那所以移調之後的G呢 都要高半度了 高半度的G就是G Sharp 那F Sharp呢 這裡有一個F Sharp F移調就會變成D 那F Sharp呢 高了半度 D也要高半度 變成D Sharp 那F Sharp呢 那F Sharp之後呢 就是一個F Natural 那F Natural呢 那F Natural呢 就要移調變成D Natural 那你也要加一個Natural 在後面這個D音啦 後面這裡還有一個臨時記號 這個是G Sharp 那我找一下原本Scale上面的G音啦 那G呢 就要移調變成E 那G Sharp呢 就要移調變成E Sharp 那G會變成E 那G Sharp呢 就要變成E Sharp 那你就在E音前面加一個Sharp 那這條就完成了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答案 是不是跟我一樣啦 好了 我們剛才做的兩條呢 都是要畫上新的Key Signature 的 跟著我們做這兩條呢 就是Do Not Use Key Signature 的 所以我們會用剛才教的 右手邊那個步驟 那這一條呢 就是來自 2019年 Paste Paper的Paper C 那一樣我們第一步呢 就是看題目啦 題目呢 又有樂器名 和什麼調 那也是不需要理的 那你看一下 題目想我們向上移 還是向下移呢 那這次是向上 有個Up字 移幾多呢 就是一個Perfect Fifth 完全五度 題目也叫我們不要用Key Signature 那第二步呢 就是看下原本是什麼Key 那這次原本這個譜 就沒有Key Signature 所以我們當它是C Major 然後呢 就是找新的Key 今次呢 要向上移一個完全五度 即是你要找一個音 在C音的上面 而它們的關係呢 是一個完全五度來的 那C的五度音就是G 那C Major裡面的G音呢 也是沒有聲降好的 C和G的關係呢 就是Perfect Fifth 完全五度 那你就找到新的Key 就是G Major 然後第四個步驟呢 仍然是一樣的 寫出原本的Key C Major 新的Key G Major 兩個大調音階 上下呢 對齊它們 G Major呢 有F-Shop的 G Major呢 有F-Shop的 那去到第五步呢 又是根據Interval的 那個度數 多少度 去重新超過這些音符 那今次呢 是向上移五度 所以我們會把所有音 向上移五度 的 例如第一個A音 寫了Time Signature 3 4 先 第一個音這個是A B 向上移五度 A B C D E 就會是一個E音 那你也可以用我剛才教你的方法 這個A音在一個線上面 跳上上面那條線呢 就是三度 再跳上一條線呢 就是五度 所以你會見到這個音呢 就在第一線了 那跟著後面的B呢 就會是F 這個C音 跳上一條線 再跳上一條線 就會在第二線了 那就會是G 1 2 1 1 2 1 1 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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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檢查多一次有沒有畫錯 接著就加上所有Performance Direction 大小符合 還有這些slur 這個tanuto mark 都是slur 四個音slur 三個音slur 兩個 兩個 這裡還有一個tanuto 看多一次有沒有畫漏 好 第六個步驟跟剛才有些不同 今次沒有用key signature 第六個步驟是甚麼 就是檢查原譜上面所有的音 即是每一個音我們都要檢查 然後在新譜上面 再加上必須的accidental 今次是必須的accidental才加的 如果沒有需要加的 我們就不加的 跟剛才不同的 今次上面有臨時記號 下面不一定有臨時記號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每一個音都要檢查 它需不需要加 就會比剛才麻煩一點 因為每一個音都要去看 第一個是A音 在音階的 Key Signature 亦都没有说过F要Sharp 亦都没有Ascidental 说过F要Sharp 所以这个原本已经是一个F Natural 你就没有必要加上一个F Natural 所以就不需要画任何东西 接着后面这个音 譜上面是一个B Natural 你看音阶这边 B Natural 要Transpose 变成F Sharp 所以第二个F 音就要加Sharp 到第四个音 C 就要变成G 那就对了 D 变成A 对了 E 就要变成B 也对了 那就做完一个小节 继续逐个音检查 F 要变成C 是一个C B Flat B Flat 我们刚才做过了 B Flat 要变成F Natural 而这个音本身已经是一个F Natural 你就不需要加任何临时记号 后面这个A音 要变成E 对了 F Sharp F 就要移调变成C F Sharp 移调之后 C也要Sharp 所以答案 这里要加一个Sharp 继续 G 移调变成D A A 移调变成E 又是G 移调变成D 这里是F Natural F Natural 要变成C Natural 现在这个C音 仍然受前面C Sharp影响 所以要加上一个横圆符号 这个音才会是C 所以你就一定要加这个必要的Acidental 我们再考虑一次 现在这个是F Natural F Natural移调变成C Natural 但在申譜上面 这个C音前面曾经Sharp 你要特意加一个Natural 它才会是C Natural G 会变成D E 会变成B B Flat B Flat 我们刚才做过了 B Flat就要变成F Natural 而这个原本已经是F Natural 你就没有任何东西要加的了 A 会变成E G Sharp G Sharp 是G升高半度 你移调之后的音都要升高半度 就要有一个D Sharp A 移调变成E C Sharp C 移调要变成G C Sharp 移调之后 G也要Sharp 所以这个要是一个G Sharp 最后一个音D 移调变成A 那就做完了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答案是否同样 最后一条我们会做2018年试卷的Paper A 第一个步骤就是看题目 题目上面也有乐器名和调 我们也是不需要理它 然后看题目想你向上还是向下 今次看到DOWN字就是向下移 音程是多少呢 是Perfect Fifth 而完全五度的 你看到后面有Do Not Use Key Signature 即是不要画上新的Key Signature 第二部呢 就是原本首歌是什么Key 今次又是母声降号 母声降号我们就当是C Major 第三部就是找出新的Key 今次要向下移一个完全五度 即是你要找一个音是低于C音的 而它们的关系呢 是一个完全五度 那我已经手快写了F音 那你就数一下C 向低音那边数五个英文字 C B A G F 那你就会找到F字了 然后检查一下F和C 是否完全五度 所以我们新的Key就是F Major 那第四个步骤呢 就是写出两条音阶 原本的Key是C Major F Major 新的Key是F Major 新的Key是F Major 那你就写出这两条大调音阶 然后上下对齐它们 F Major有Bb的 第四个步骤就完成了 第五步就是根据interval的数字 即是多少度 去重新抄那些音符 今次是向下移五度 即是你将所有的音 向下移五的音 例如第一个音是G音 记得写time signature 好像刚才又忘记了 记得写time signature 第一个音是G音 向下移五个音 G F E D C 就会是C音 接着就是邮子符 当然你不需要逐个逐个数 你可以用我们刚才的方法 五度就是把音 搬去下一条线 再搬去下一条线 如果音在间 就搬去下一个间 再搬去下一个间 你可以陪我一起慢慢画 如果你嫌我画得慢 你就自己 Fast forward 去后面看 你再去下一个音符 担心 你再去下一个音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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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位置滑得有點噁心 檢查多一次 然後加上所有大小聲符號連slurt和staccato 這樣就抄完了 然後我們做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要檢查原譜上面每一個音 逐個音檢查 然後在新譜上面加上必須的staccato臨時記號 第一個是g音 經過移調之後要變成一個c音 有一個c音是對的 g繼續變成c f-shop有點不同 f就會變成bb f-shop是高了半度的f b-flat也要高半度 就要是b-natural 這個b-natural需要加嗎 就不需要加的 因為前面沒有臨時記號影響這個b 現在這個已經是b-natural 你就不需要加任何臨時記號給它 這裡g繼續是c音 b b-b-flat d-flat b-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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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G就要改成C Ab Ab是低了半度的A D也要低半度 A就要Transpose變成D Ab就要Transpose變成Db 繼續 F 你要看看前面有沒有影響這個F音 前面有一個Fnatural 所以這個是Fnatural Fnatural就要改成Bb 現在這個B音仍然受前面的b影響 所以你不需要加任何臨時記號 這個仍然是Bb D就要Transpose變成G 這個B音 E音呢 移調就會變成E音 C呢 移調變成F Eb呢 E就會移調變成A 而低了半度的E 就是Eb 所以A也要低半度 所以A也要低半度 移調之後就會是Ab G 就要變成C Ab 剛才做過了 Ab要變成Db E E E音仍然受前面的Flat E音仍然受前面的Flat影響 所以這個是Eb Eb Eb而變成Ab A音仍然受前面的Flat影響 所以我們又是甚麼都不用加的 G音兩粒 就會移調變成C音兩粒 最後這個App Shop App Shop移調變成B natural 這個B音也沒有臨時記號影響 所以已經是B natural 你就甚麼都不用加了 就已經完成了 可以檢查一下答案是否同樣 然後我們就會重點練習一下 第三個步驟 找新Key 其實考試它只會考你 E調Major Second Minor Third 和Perfect Fifth 這三種音程 有可能向上或者向下 所以題目其實有六種變化 你就可以練習一下 在任何一個調道 都可以找到這六個新的Key 例如第一個是C Major做例子 C Major向上移 Major Second 即是你找一個音高過C 而他們的音程關係是Major Second 如果你熟悉音程 你就會知道C和D 就是Major Second的關係 新的調就會是D Major Minor Third 你就可以由C開始 數三個英文字 因為三度 C D E 就會是一個E字 你找到E之後 你還要檢查一下 現在是不是Minor Third C去到E的音程 就是Major Third 如果你需要一個Minor Third 你就要加一個E Flat 所以新的調就要是E Flat Major 完全五度 C音跟什麼音的關係是完全五度 你由C開始數五度 C D E F G 就會是一個G 然後你檢查一下C和G 是否完全五度 C Major的G音就沒有聲降好 C和G就是完全五度 你新的Key就是G Major 向下就會比較難一些 我們會怎樣做呢 其實都有幾個方法 我現在講第一個方法 現在我們先做這個 向下的Major Second 現在你由C開始 向下數兩個英文字 因為兩度 C B 就會是一個B字 然後你要考慮一下 是Bb 他是B筒 還是B筒 會和C關係 是Major Second 你選一個 和C和T是M 那最後音是我們新的Key 那檢查第一個 B筒和C 是 MAJ Second 就是了 b 和C音沒有升降好 所以Bb和C就是major second B和C是什麼音程呢? Bmajor的C有sharp BCsharp是major second BCsharp是major second BC還原呢? 就是minor second BsharpC就是diminished second 所以哪一個音程比C低 而且和C形成major second的關係 就是這個bb 所以我們新的key 就要是bb 還有一個方法 你就是記住major second 其實相等於一個全音 你只要找C低一個全音的音 其實就是你新的key 你可以畫一個keyboard出來檢查一下 C低一個全音就是這個按鈕 而且那兩個netter name的關係要是second 即是C低一個音就是b 你不可以用Asharp 要是bb 所以你都會找到bbmajor 所以你有兩個方法 我們又試試用第一個方法 找C低一個minor flat的音 首先你數一下英文字 首先你數一下英文字 C B A 會是一個A字 然後你就想一下 究竟A flat A natural 和A sharp 哪個音和C音的音程 是minor third 檢查一下 A flat C 就是major third AC A sharp C 就是minor third A sharp C 就是diminished third 我們要選一個minor third 我們便會選一個A音 所以你新的key就會是A major 那第二個方法是怎樣呢 就是你記一下 minor third 其實就是數三個netter name 三個英文字 和三個半音的 其實就和你找relative major minor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記住如果你要找minor third 你可以用回找relative major 那一個方法去找這個音程 不過你就弄清楚方向 如果是down的話 就是向左手邊找 如果是up 就是向右手邊找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檢查一下 剛才我們找出來的兩個答案 比C高一個minor third是甚麼音 數三個英文字 cde 然後數三個半音 由C開始 1 2 3 就是這個按鈕 而且你一定要用E 所以就是Eb 那如果向下數呢 那你就數三個英文字 cba 你一定要用一個a 而且數一下三個半音 由C開始 1 2 3 那就是A音 那你新的key就是A major 完全五到 通常都不用用這個數半音的方法 因為不會太複雜 C major 向下數五個音 C b ag f 就會是F 那你其實很容易看到 F和C就是 perfect flip的關係 你都不會怎樣懷疑 會不會是F sharp 還是F flat 所以我們新的調就是F major 那我們一起做多些例子 那我們今次試試看 原本的key是Bb major 那比Bb高一個major second是甚麼音呢 那就是C 所以新的key就是C major 向上其實比較容易 那Bb major 向上一個mb是甚麼音呢 那你數英文字 bcd 那會是一個d字 然後你就檢查一下Bbd 是否是minor third 那如果你熟悉音程 你就會知道Bbd是major third 你想要一個minor third 你的d要b 那所以你新的調 應該是Db major 那Bb的perfect fifth 就是Bb major第五個音 即是F音 好 今次這邊向下了 我們試試用第一個方法 Bb major Bb 向低音數兩個音 B A 那你會得出一個A字 然後你檢查一下 Ab A natural 還是A sharp 會和Bb 構成一個major second的關係呢 那你逐個檢查吧 Ab和Bb的音程 是major second A和Bb的音程 是minor second A sharp和Bb的音程 是minor second 來的 那答案只有一個 就要是A flat 那你新的調 就是A flat major 那如果你用在鍵盤找那個方法都可以的 你在B flat 找一個全音 那你就會找到A flat 而且兩個音名呢 只可以相差一個音 你不會用G sharp 因為B和G就會是三度 B flat 低一個major second 就會是A flat 然後到minor third 比B flat低一個minor third 是什麼音呢 我們先用一號方法 數英文字 B A G 就會是G 那到底G flat G natural 和G sharp 哪個和B flat的音程關係 是minor third 那你就可以逐個檢查 G flat和B flat 就會是major third G和B flat 就會是minor third G sharp和D flat 是minor third 那答案只有一個 就會是G 那你就會知道 新的key就會是G major 那我們又試試用數鍵盤的方法 是不是找到同一個音 那你也是先數三個英文字 B A G 那你就拿到G 然後檢查一下是不是三個半音 由B flat開始 向低音數三次半音 1 2 3 那你就會得到G 那你新的key就是G major 那你新的key就是G major 好了 B flat向下perfect fifth B flat向下這個完全五度 那你先數英文字 B A G F E 那就會是E字 然後你就想一下E flat E 還是E sharp 和B flat的關係 會是完全五度呢 E flat和B flat是完全五度 E和B flat就是diminished五度 那答案只有一個 就會是E flat 所以你新的條就會是E flat 那你先試一下D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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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major second 就會是E 那為什麼這麼快呢 我想得 因為 major second 就是一個全音 一個全音 而且你數英文字 都是數到兩個音 那就是兩度 向上minor third 數英文字 D E F 那你可以想一下 D去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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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p D去F flat 哪一個是minor third 那我就會選擇F major 所以我們新的key就會是F major D的完全五度 就會是A音 A major D major 向下 一個major second 要是數英文字 就是C 那是C sharp C 還是C 和D 音的關係 是major second 那你應該一看就看到了 C和D 就是major second C sharp和D 是minor second 那我會選擇那個C 所以我們新的條就會是C major 如果向下minor third 那你先數三度 D C D C B 那你檢查一下B flat B 和B sharp 哪個音和D的關係 是minor third B flat和D 就是major third B和D是minor third B和D是minor third B sharp和D是diminished 所以答案就會是B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數一半 那你數一下D到B 是不是三個半音 D開始 1 2 3 那就是B音 你會找到新的調是B major D向下數perfect fifth 那你先倒數五個音 D C B A G 那就是G音 D 那你檢查一下G和D的關係 是否完全不同 如果是就對了 那我覺得最難的就是這個向下數minor third 我們再試試看三個向下數minor third 我們會試試看由F major A major 和A flat major 向下找新的key 向下找這個minor third 看一個F major 首先向下數三個英文字 F E D 然後你檢查一下D flat D sharp D natural D natural 哪一個音和F的關係 是minor third D flat和F是major third D和F是major third D和F是minor third 所以我們新的調是D major 我們可以試看這個向下perfect fifth 你向下數五個音 由F major F E D C B 然後你檢查一下B flat B B B sharp 哪個音和F的關係 是完全不同 5度 B和F 就是diminished 5度 B flat和F 才是perfect fifth 所以新的調就是B flat major A major 如果我們由A major 向下找minor third A向下數三個音 A G F 你想想F flat F F F 哪個音和A的關係 會是minor third F F sharp和A是minor third 所以我們新的調就是F sharp major 我們試一下數鍵盤的方法 檢查一下A到Fsharp是不是3.5音 A 1 2 3 那就是Fsharp 你不可能叫它做G flat 因為G和A是兩度 F和A才是三度 你都會找到新的Key是Fsharp Major 如果A向下Perfect Fifth 就是D Major 好,最後一個例子 如果A flat 向下數三個音都會是F 你想想F flat F和Fsharp 哪一個音和A flat的關係 會是minor third F flat和A flat是major third F和A flat是minor third 所以答案就是Fmajor 現在是minor third 我們又試試數鍵盤 A flat和F 是不是三個半音的關係呢 A flat在這裡 A flat 1 2 3 那就是三個半音 那你就找到F音 所以新的調就會是Fmajor 如果是向下完全五度 新的調就會是D flat major 今天這段影片就講到這裡 移調就要做多些練習 尤其是找新Key的這個步驟 你就可以練習多些 尤其是向下找的時候 真的要練習多些 今天我們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幫到你 麻煩你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這個頻道 拜拜